又會給我們一份報價單條款 問我們有沒有問題 哇,全英文,字還很深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有沒有魔鬼條款 第一,行規定義 本公司是不接受第三者的工程標準的 如果任何東西和我這份東西有抵觸 就我這份東西先走 第二,做不到怎樣計 公司如果做不到單工程 最多只會賠給你 在市場上找最便宜供應商做所付的額外錢 第三點,延誤又怎算計 如果因為外在不可控的因素 而導致工程必須延誤的話 公司是有權繼續承接工程 直到延工期達到六個月為止 第四點,改項目的權利 有任何更改一定要我同意 不是未做就可以改的 要改任何東西我都可以要求加錢加工期 第五條,物料的選擇權 那些天然物料來到是甚麼樣子就是甚麼樣子 不包它漂亮的 第六點,誰可以入場 如果不是我們的供應商 我們是有權拒絕去入場做工程的 第七點,公司的停工權 護主又不合理要求可以停工 護主持有給錢可以停工 刪減項目可以停工 一旦停工可以追收所有損失的利潤 無論大家是否認同 清清楚楚,怎樣都是好事 因為就算你不捨 不代表那些爭拗不會發生 趁選擇權還在你手上 記得看清條款